接下來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麻煩有請公平會黃朱衛以及水利署賴署長 好,請黃朱衛跟賴署長 黃委員好 兩位好,時間的關係不一一問候 我上個會期在這邊公開的跟公平會舉發東洋製藥他們的聯合行為 事實上就有關於大腸癌的那個用藥 他一方面代理了大種製藥 那另外一方面美食製藥跟我們的衛福部的報價 實際上面是根本沒有在銷售的 那針對這個聯合行為上次主委給我承諾 所以一定會進行調查 現在調查的進度如何 好,我們這個處長這邊先跟委員報告一下我們進行的狀況 跟目前了解的情況 這個案件我們基本上已經發函到三十幾家大醫院去了解他們整個內部的定制藥品的狀況 有請東洋來說明嗎? 蛤? 有沒有請東洋來說明? 我們東洋方面已經有所接觸,然後呢 對不起喔 請針對問題回答,什麼叫有所接觸啊? 今天公平會是在執行國家公權力耶 在公平法裡面該給你們的調查權都有給你們調查 是有傳喚請他來說明不來 還是有傳喚已經有來說明了 還是你們連傳喚都沒傳喚 什麼叫有所接觸啊?我聽不懂啊 有沒有叫東洋的來說明? 時間暫停好不好? 沒有人再回答問題啊 在上面摸來摸去的 請繼續說明 請來說明 我們已經進行約談了 但是實際上進度 內容是如何 我現在並不能確定 這個案子你到今天還不能確定喔? 連東洋有沒有來說明你都不能確定? 來請主委 主委 你要尊重一個比較了解狀況的人來幫你代打 我都尊重 我也給你空間 但是你請來代打的人 自己都搞不清楚狀況 在國會殿堂可以這樣嗎? 我們回去會檢討 不好意思 這三天之內 給我書面回覆 有沒有約談東洋的人 有沒有約談大總的人 有沒有約談美食的人 這個攸關於所有納稅人欸 我們繳這些健保費 是為了要維持大家的醫療品質 不是要讓不肖的藥商 透過聯合行為 來坑殺我們的國庫 坑殺我們的健保體系欸 上一次我質詢完了以後 台灣東洋說 沒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好 這個是他們抗辯的權利 我尊重 是不是有? 接下來公平會調查 但是 我說過的話我一定負責 我上次在這邊直接揭露 是不是東洋的政治力比較夠力 立法院這邊辦公室主任都請去他們那邊任職 然後給立法委員政治獻金 再幫他們護航 東洋這篇聲明都否認 結果那天他們否認完了以後我就覺得非常可笑 他們內部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營 就之前立法院有一個立法委員的辦公室主任啊 後來這位立委簡陸了貪污案 他因為認罪所以檢察官給他還起訴處分 現在就在東洋任職啊 同一位立委 東洋就給他政治獻金啊 從東洋對於整個台灣社會到目前為止的說明 謊言滿口謊言耶 他們敢發這種聲明我都不敢看 我當天晚上就直接秀證據出來了 說東洋你要不要出來說明一下 作為一個這麼大的藥廠 還找我們前行政院長去當董事長 可以這樣欺騙社會喔 到現在不敢面對 東洋作為一個上市公司發虛偽重訓的責任 我另外會請證交所去徹查 但是主委你不要忘你在這邊給我做的承諾 第二個請你的同仁喔 拜託認真一點 你們如果今天回答的態度是這個樣子 你要我如何相信 公平會有決心 真的徹查到底 軟趴趴的可以嗎 黃委員我在兩週內會把你所尋的事項 以書面先向委員做這個報告 接下來請署長